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小指观 各位毕丘 毕丘尼 各位沙弥沙弥尼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堂课就五重悬议 跟大家解释 介绍完毕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说 经题已经开题完成 那么接着呢就会自然的讲到 我们的作者 天台修禅士的智凯大师 智者大师了 那么他的法号自凯 也有点点质疑 那我们先说明说 天台是指一个地名 是在今天中国的浙江省 东北边靠海的地方 他的海拔呢 大概一千多公尺 那因为有三阶 那么呢 古人就说这个三阶 一直像于台 天上去 所以说就把它称为天台 其他早期是天梯 因为三阶嘛 三个阶 然后像个楼梯一样走上去 走向天去 所以呢 那么又有人 他当地的人呢 像上次 几年前我去的时候啊 那那个有个地陪小妹妹 然后地陪 陪了几个出家比丘 到处看啊 他到处钻啊 钻出一些地方来 他们地方的名字 Ti Te Ti Te 那么呢 Ti Tai 他把它念成这样子 那Ti 那是T 那是天梯山 早期还有天梯 天梯不好听 后来就念成天台 天台山 天台山在很早的时候 就有道家的人在那里 修炼 很早 那因为他在南方啊 就当跟中国古文化的 差异性呢 早期还是有差异 后来南北朝时候 南方的文化非常会 会脆 反而是北方 文化呢 就比较 比较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 没有那么样子的 发达 南方就变成是一个 很富庶 文化很发展的地方 那么这几年来啊 这历史以来啊 天台山 说受到军队或者是战乱 而毁坏的 这记录并不多 因为天台山走上去 那个路满载 而且在天台山一向呢 就以教法为主 虽然有很常 唐朝时候国庆寺已经变成了禅寺 不过呢 一向以来啊 天台山感觉起来 比较与世无争 这可能也跟 这天台智者大师的原因有关了 历史以来呢 他就受到帝王的保护 那很有意思 中国 我们讲说中国建政 中共 共产党建政以来啊 他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寺院 重点寺院 近来就是国庆寺 国庆寺现在的那个 内尊铜像 早已经不是 不过在红卫兵 他当国庆寺受到很大伤害 是有的啦 因为受伤害了 他第一批要恢复的重点寺院 没有几间 北京有几间 那但是重要的天台山呢 是被指定要恢复的 国庆寺 结果国庆寺也是一样 被红卫兵也毁了 也毁了 毁了不少的佛像等等 那因此在这个 他当时要恢复的时候 就从北京故宫博物院里头 就运来了一尊 听说是明朝的佛像 很大一尊铜像 铜像要必须是金的 铜像能够留下来的 在中国一向很少 而有那么大一尊 一两丈 那么高 我如果印象没弄错了 反正很高 这样子 那一定是在皇宫里的 所以雕工 内容都是 做工都是很 很好的 那这个呢 也是被恢复 所以说天台三 长期以来 似乎都受到了 这个政府的一个重视 这可能也跟 志尔大师 当时跟这个皇室 也有蛮不错的关系有关吧 那么天台 修禅寺 有的版本上面 它有天台修禅寺 这个修禅寺 是这样子的 是当时 志尔大师 在小时候 或者有人说是在 大树山的时候 有人说是在出家 未出家之前 那 他在梦中梦到 前后听说我梦到两次 梦到两次 有一个定光禅寺 他当然梦中是不知道的 但梦到有一个禅寺 跟他讲说 你应当 居寺 应当 忠寺 就是你应该在这里住 你也应当在这里 入涅槃 远及 这样跟他讲 然后呢 那个禅寺坐在很高的地方 那一只手就伸下来 伸到山下的他 那把他拉上去 他甚至可以感觉到 他那个第三是可以看得到海 他就把这个样子呢 就描述了一下 给人家知道 人家跟他讲 那就天台山嘛 可见在天台山 但还没有上去之前 其实已经有 道士 还有修 佛教修行人都在那边 天台山的另外一个西门下来 的地方 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道观 据说也在恢复 当中 事实上是道家 先在那里去修炼 可是佛法无边 一进去 道教就比较会受到影响 那现在当然满山遍野 到处都是佛士 都是 不过这个讲话也夸张了一点 就是说比较多佛士 也没有到满山遍野 满山遍野 只能指的是 普陀山 才叫满山遍野 因为他所在位最小 这样 然后 他 这个 寺院 当时并没有国庆寺 为什么叫做修禅寺 我们等一下会解释 他的一生 会提到 现在稍微讲一下 事实上是因为他在金陵 八年之后 他意识当中 一直对他的梦境里头 所感知的事情 耿耿于怀 他就觉得说 他应该在入山 把当时修的法华三昧 前方便再加深 因为是前方便 当然要进入法华三昧 已经得方便 他就要进入本 那个 非方便的那个根本进去了 那他要找一个地方 那找一个地方呢 就依着他梦境的因缘 他觉得应该到哪 而且叫他的名字 就天台山 从金陵南下 浙江再往北就江苏 金陵就在江苏省 现在的江苏省 那就是南京啊 然后他往东南边沿海来 那就是到了 浙江 现在呢 一天就可以到了 以前要走好多时候 来那时候呢 他先游历一下 住在 借住在其他地方 然后游历游历的 一直到了现在的 所谓的佛龙这个地方 到现在名字还叫佛龙 那车子的站牌 车站牌还叫佛龙 还叫佛龙 龙 就是佛龙的意思 那个龙在耳朵边 旁边一个龙 那就是佛龙的意思 那为什么叫佛龙呢 因为古来啊 在智子大师之前啊 人家常常就在那里 看到佛现身 那佛现身这样 就常常这样 所以就干脆把那地方 当作是佛龙 叫为佛龙 佛都在那里 佛龙的意思就叫那 他也到那里了 就看那个老禅师 在庵里头 在一个草庵里 住着 那么呢 那个地方 如果我没记错了 那个地方就是经地 那那个地方 那那个地方就是 这个定官老禅师的地方 然后还去 扫毛棚嘛 那样子是怎么样呢 样子是大概是 你如果现在这里是修禅师的话 后来的修禅师 他大概在这里 一个手 一个山的那个鸡 大概在这里 然后延伸下来 还有一些地 大概在这里 然后他就来到这里 上来 那离现在的路是不远的 走上来 牛都可以走那个路 牛静 甚至是牛静 走上来 大概就这么宽的路 目前我去的时候 还是这么宽的路 然后上去这样 转转就上去 上去之后 老人家一去 看到一个老禅师 再仔细看 好熟啊 然后定官老禅师 跟他讲 你不认得我了吗 好像在哪见过 在梦中吗 对对对 你老人家在梦中 招呼我两遍 对 那我应该在哪里呢 在那边 他就从左后方向一指 他说我这地方是经地 你到营地去 你想 他能在梦中 进他的梦中 去把他召唤过来 那功夫当然在 智者大师之上 至少在那个时候 还在他之上 然后他还指示他 我这是金 你那是营 你去给我住营地就可以 那可见他很自在 所以说你说 中国的修道人 写在传记里的 恐怕跟更高超的人 跟你也传记写不到的 是这样 他能进你的梦 还叫你来 那可见 他把你的前前后后的事情 都看清楚了 他才能叫你来 是不是这样子 他还指示你 你到那个地方去 营地去 好 那个地方呢 修禅之士 因为他来就是要打算 深入禅定 然后呢 完成他法华三昧的 正修 所以那个地方 名为修禅寺 这样子 那么是在那个山奥 山奥的这个 正中央地方 拿着一个守备出去 守备出去 这里是金地 为什么是金地呢 那大概就是 他那个山脉走过来 走到这里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截穴的地方 可以这么讲 我有幸也在那里过过夜 在那里住过 有点冷 像现在搞不好 很冷的时候 就台湾如果寒流 他那边就会下雪 那修禅寺的位置 我们也去了 那里果然也是有圆柱 有石头墩在那里 随便拿一粒 搞不好都是古迹 都是古迹 我也去那个位置上看 那么他们在古时候说 修禅寺前面是有放生词 那么我也去看那个放生词 那个放生词 确实感觉还真的是放生词 现在是一个凹槽 凹下去的一个田地 目前是这样 有没有维修 我不知道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那个什么 允官法师 带我们去的 还有那个谁 那个 反正几个人带我去 然后看了一下之后 他们是说 因为宇官法师是 国庆寺的人 国庆寺的当家 他是说他要那里恢复 这几年我看是已经恢复了 说不定 没有因缘回去看 那这样 那么修禅寺在那里 至少我在那几年前看到的 1999年吧 还是200年 就看到 那 200年 现在是03年 02年没有去 01年 不是01就是00年 我在那里看到 那 那是修禅寺 位置就在那里 确实有个地方 当时 智尔大师是住在那里 是修禅寺 那要以那里来看的话 那个眼界很深 很广 前面没有车 当然 金帝那个地方 佛龙 现在呢 现在那个地方 就是 当时我住的那个金帝 那 那个地方 目前就是一个 叫做塔院寺 一般人家就称他叫佛龙 称的是那个地方 那个有个寺 当时办佛学院在那里办 就是我们说 我去的时候 国庆寺办佛学院 在佛龙办 那是太好了 金帝 是不是 智尔大师的塔就在那里 所以有时候又叫塔头寺 又叫塔院寺 又叫塔院寺 因为智尔大师的肉身不见了 因为他就一直坐在那里 然后就被 肉身不坏 而且不用装坎 不用装坎 也不用装那个 那个什么 我们说那个什么 那个 钢 做钢 不用做钢 他就 一元级 就好好的 身体就不坏 就不坏 就这样就不坏了 就不坏了 那不坏身体还会 流汗 帮他擦 长头发 剪指甲 这样 后来才 这样把他 装起来 然后呢 当然不臭不烂的 没话讲了 每年还得开刊一次 剪他的头发 剪他的指甲 然后再关起来 这不用装 不用入缸 不用坐缸 就这样 所以他那个叫做肉身不坏 还真叫肉身不坏 他那个不是用什么方法去做成 他就直接就这样 他往生就这样 然后就这样浅回来 就这样做成 后来几次开的时候 听说有一次 有作乱还是怎么样子 那有人去开 一阵光这样 什么都没有了 开了之后就一阵光 没有 从今而后肉体不见了 如果以葬传来讲的话 红生不见了 就是他的身体能量化掉了 不见了这样子 就这样不见了 再也就没看到 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智者大师 后来为这样 就将他的衣服啊 生物啊 就变衣冠种这样子的 就在那里呢 做了一个塔 这个塔现在 就在我们那个 圆通店上面 那个相片里头呢 那一间 那一间店里头 正中央 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它摆在 现在是摆在我们大殿啊 没有 还在圆通店 就摆在那里 你去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摆那个 那就是那个意思 大师在里 他的衣冠种 他本来也在那里 他本来肉身也在那里 这样 好 那么这个就是 后来的事情 所以说这修禅寺 是一个有名有处所的地方 就在那儿 当时大师在那里 修禅 带领大家修天台的禅法 那么是由定光老禅师 告诉他到哪里去的 老禅师他本身 好像默默无闻 他修行 功身不可测 不过呢 历史上也听到他的嗓 所以说 留下名字的 事实上是说的 有记载的 才是留下来的 像这样子 高深莫测的修行人 他的姻缘 没有用文字语言来度众 我们反而知道的嗓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佛法的流传 就是这么特别 就是这么特别 那 这是 就天台修禅师 我们简单的说 你要多知道的话 你可以查书 同时你也可以 天台入门的 下卷的时候 就有提到这个 天台入门有上中下跟序 下卷的部分 你去听 就有了 好 那么再来 我们现在来看 智者大师 我们来看看 他的作者的生平 首先呢 我们应该了看的是 了解说 智者大师啊 他的一生 大概可以分成六个时期 细分可以分成六个时期 一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出家前 也就是八岁 出家前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出家之后 到达上大苏山之前 从出家 二十岁受据 学戒律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主要是学戒律 的这段时间 二十岁受据 然后学戒律 到二十三岁 十八岁到二十三岁 这样子五年 前后五六年 这段时间 是出家受据学戒的时间 然后接着呢 是进入大树山 因为他喜欢修禅 学禅 修禅法 那么呢 江东一带 没有人可以教导 那他就听说 在大树山呢 有会师大师教禅法 那么他就去清静 这是进入大树山 二十三岁到三十岁 七年的时间 七年的时间 那么是第三个时期 到这三十岁之前呢 我们可以说 是他的一个涵养 内心 自我成长 清静善知识 的事情 那么到了三十岁之后 是他第一期 度化众生之期 三十岁 这个会师大师 要到南越去 他本来就要到南越 他从北方到南越 后来遇到南越呢 南越横山 横山 南越横山 中越松山 北 北越什么 中越松山 北越是什么 北越泰山 北 北越横山 东越泰山 西越是 华山 西越华山 那中越横山 松山 中越松山 中越松山 南越横山 到南越 那这是中国 就是你如果把地图 放大来看 你会发现 中国主要的 在中国的那个 概念之下的地区 是偏北的 华北为主 华中 华北为主 这个区间 当时的中国人 认为有这个五个山 是中国人主要活跃的范围 所以才提成这个 这个五个山 那当时的 惠师大师 本来就要到南越来 可是呢 战乱 没有 后来 战乱平静 他才来到南越 他要到南越的时候呢 并没有让 智德大师跟着去 反而把他 跟他说 你要去红法了 所以 那是师父说的 不是他自己要去的 他 应该要随从而 没有跟着去 所以 他就被派到 外面去红法 那个时候 当时 惠师大师有说 我法 已经付了法成 我是法王 我把法付给法成 法付法成 那么 从心而后 你应当认识 传递这个法 勿作灭法之人 他这样跟他讲 那你也不要再跟我了 所以 他到南越 而 智德大师到东南边的 没有 不知道东南边 东北边 对南越来讲 他是东北边 东边 他是东边的 什么呢 精灵 你地图上来看 他是东边的精灵 那他就到南越来 南越横山来 然后到了南越呢 不得了 惠师大师本身到南越来 他就跟人家讲 某一块石头 他就说 我在这里修了三生 我第三生将在这里 他一说 真的吗 石头掀开来 果然有死 他可能是第四生 他是上面讲的 传记上讲的 有三枯石 三个石头 三个尸体 叠在那 都死在那 他老人家这样子 他老人家也是 这种神通变化也都有了 这样子 他到南越来之后 后来的人 竟然把他封为月神 然后也立他的碑 他是开南越的祖师 在中国的地理志当中 也是这样记载他的 所以南越的开展 主要是以他 他们在他之前 一定是有人了 但是说最大开展 是他老人家 当时听说已经有道教庙在那里 寺院在那里 他到南越来 受尽什么 受尽的排斥 毒药给他 怎么样 他都是靠禅定 就这样排除掉 这样 他也做了这样的事情 惠斯大师的弘法的方式 就比较激烈 他就比较有抗争 不过怎么样子 大师能够被惠斯大师认可 这中间还是有些事情的 我们等一下再说 这第三期 我们简单讲第三期 那第四期 就进入了金陵了 跟着要去南越就没有机会 金陵又待了八年 大叔三待七年 这金陵待八年 八年之后 他已经三十八岁了 他觉得 刚开始讲经说法 利益的人很多 后来越到后来是越没意义 人越来越多 听经文法的人越来越多 得利益的越来越少 所以他就觉得 他应该再加强 再加上那个梦境的启发 他就辞别了一些人 护法 居士等等 带着一群人 就来到了什么呢 来到了天台山 来到了天台山 他到金陵来的时候 根据传记上写 那个毛喜已经就跟着来了 换句话说大叔三的时候 这个毛喜这个上书令 已经就跟着他了 当时应该还没有做上书令 也说不定了 那么一直进入到金陵 八年 然后到八年就是第四期 第四期 进入金陵 然后金陵八年之后 他又离开 正式进入天台山 差不多三十八岁进入天台山 然后一直到 这个 四十八岁 前后就十年了 三十八到四十八 前后十年到十一年之间 他都在天台山 可能偶尔有下山一下 但基本上他是住在天台山 几次人家请他下来 提早下来他都不要 然后呢 到了四十八到四十八岁呢 他才下来 下来一直到六十岁 这是第六期 第六期 第六期叫随缘弘法期 那天台山叫做什么呢 在什么 天台山就是 这个隐居禅修 禅修期 入金陵 是金陵的什么呢 金陵弘法期 那么在大苏山的话 苏山大雾期 苏山庙雾期 那么初出家以来 那个时候是出家学界期 那出家前潜伏期 大概就这样子 有这个六十期 那第六个时期 随缘弘法期 他四十八岁开始 就真的下山 下山并不是离开天台山 来来去去 不过开始正式的 有对外奖金多了 弘法也多了 所以说法华悬议 摸合指观 法华文句 法华悬议 其实已经在金陵 有讲过 但是真正被记录的 法华悬议 事实上都是在什么 都是在四十八岁之后 四十八岁之后 他在五十六岁 在御前世的 讲法华悬议 又讲 在五十七岁的时候 五十六岁讲法华悬议 五十七岁讲 摸合指观 那五十岁的时候 又到了金陵光宅寺 讲法华文句 所以这都是五十之后 他才讲 那也是因为张安大师 在那个时候才亲近 亲近老人家的 他本来要上山 去亲近老人家 刚好遇到智德大师下山 在路上遇到 表示了仰慕之意 然后就一直跟随着智德大师 听经修行 所以五十岁于金陵的光宅寺 讲法华文句 那隔了六年五十六岁 在出生地 荆州玉泉山 玉泉寺 讲这个法华 法华悬议 那五十七岁的时候 在这个玉泉寺 结下安居 讲 摸合指观 各位这样了解吗 好 这就是他的六期 诸位 我们当然也可以对 智德大师的一生 我们可以再 再把它了解一下 不过呢 在了解之前你先要记住这六期 出家前 出家前的酝酿期 出家后到二十三岁 十八岁出家 十八岁出家到二十三岁的 出家学界期 二十三岁开始 上大叔山 一直到三十岁 这前后七年当中 的大叔庙物期 或者一子善之士 修行 起 也可以这么讲 一子善之士 修行 妙物期 是大叔三期 一子善之士 修行 妙物期 是大叔三 然后到了三十岁 总共这样就用了七年了 然后呢 进精灵 精灵 前红旗 前段的红化旗 精灵 前红旗 然后精灵之后呢 就入天台 天台隐七 隐修旗 七修旗 也可以这么讲 七修 七子在那里 修行 天台七修旗 因为按照传记来看 他在天台里头 也并不是没有出来 其实他真正的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他其实修完了 你注意看 他三十九上华顶 修苦恨 四十过后 你就看他出来 已经 不是出来 不是到外面去 就是出到这个四里来 开始就有讲其他的经文 所以他并不是长期的闭关 看起来并不是 可能两三年之间 他的法华 三妹已经让他贞德 已经让他贞德 这样 所以说法华 七修旗 或隐七旗 天台隐七旗 在那个时候 然后接着呢 这个三十八到四十八 足足隐七的十年 然后他又被请 他才四八岁决定下山 决定下山 并不是离开天台山 他还是有进行处处 那才是真正的随缘红法旗 为什么讲随缘红法呢 其实都是人家请他去 或者是报什么恩 报他的出生地的恩 随缘以他的姻缘 而见世 所以他这是随缘的红法 天台中的学人都是这样 好 这是六个旗 主要是这六个旗 那我们可以就 他的 这个六个旗 来 简单的 说几个 重点 首先呢 在这个 第一期当中 他七岁的时候 就 跟父母亲到寺院去 他就很喜欢到寺院 弄得他爸爸妈妈呢 就有点怕 因为小时候 有出家来跟他讲这个事情 跟他妈妈来讲说 这个人是法器 如何这般 妈妈就 因为他爸爸 是当时的军人 然后呢 军队中的军职 家道不错 因此呢 可能要他继承家业 还是怎么样 所以他 后来就没有能常去 不过呢 那里的出家人 送普门品给他听之后 他一听就承颂 就背得起来 因此呢 他后来也特别解普门品 叫观音经 叫观音经 他特别把他体会观音经 单独一品 特别简单 所以对 可能大师一生 跟普门一点姻缘很深 那么他十七岁的时候 就对他父母亲求出家 他父母亲呢 不许可 那么不许可啊 这过程啊 有些传记上写着说 可能是因为他父母亲生病 还怎么样 因为到了十八岁的时候 他父母亲相继生病 往生 然后家道也因此很没落 他还要去记住 别人的家里 在这种情况呢 他就求他的哥哥同意 父母往生了嘛 那大哥就是最能够代理的嘛 那么呢 后来他哥哥就带着他了 一起呢 这个到湘州 湖南的长沙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那么 当时的一时俊艳 他只大 智德大师四岁而已 你知道吗 换句话说啊 他二十岁 慧框大师才二十四岁 二十四岁就学律学得那么好 这很特别 那么你要知道 这个慧框律师啊 他一直跟智德大师有关系 有吗 他到大树山去修禅法 修得很好的时候啊 我们等一下讲下你就知道 反正在大树山的时候 慧框律师也去 也去看他 甚至要跟他一起修行 然后到金陵呢 慧框大师也去 去那里当升官 升官了 做官了 做升都 也去 所以说 他们两个人很有意思 亦师亦友的姻缘 辣可能只差六年 可能只差六年 因为是大他四岁 不 找出家 他也是找 他早出家 那么呢 我是指申辣 申辣是大四年 因为再怎么样 大四岁 他都是二十岁出家的话 也只是大四年 那 十二岁出家 慧框律师是十二岁出家 比大师早 比大师早 十二岁就出家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他十八岁 然后十八岁出家了 到果院寺的法序法师来出家 然后又亲近大咸山的慧框律师 那亲近了到二十三岁 前后呢 应该至少亲近有三年 然后他就离开 离开肯定 是因为 并不是说跟师父不好 跟慧框律师不好 是因为说他喜欢学禅 后来他又入了大苏山 二十三岁到三十岁的时候 那是光州大苏山 所以我们解释过不讲了 那么亲近慧框律师大师 而慧框律师教他法华三经 他在二旬之内是三步就近 二旬二十天 三步经就能够念诵熟力 或者甚至背下来 他已经能够在定中 就感受到诵经送到入定 你知道诵经是一种定功 那么感受临三一会 是俨然未善 他把这个境界告诉慧框律师大师 慧框律师大师跟他讲 如此境界非辱莫正 非我莫是 有没有 他讲到很有名这句话 也是这样 那么他讲完之后 就跟他讲 你还要加紧用功 可能又跟他讲一些重点 在经上讲 在这个传记上讲 他为了加紧用功不打闲叉 他那个弹香墓都没有了 可能拿那个劈柴的松枝拿来当作墓 因为拜法华灿要怎么样 要碾香 他就以那个来碾香 更加精进四周夜 传记上讲 功遇百年 诶 才会这样 四天会打拼 甘败在几百年 赢过一百年 这就是经上说的 设八观灾戒 为什么功德那么大 因为你精进用功 因为你六念不断 念佛念法念身 念戒念天念师 专注啊 这样子的心情使得你能够给予 单点的突破 而你以前其实已经临门一脚了 或者是你早就已经开显那个智慧 现在随愿而来 可是还有今生的一些障碍 你加紧用功 时间不长 只是四周夜 我又查了另外一本 看你有没有写错 基本上他们好像互相抄袭吧 还是怎么样 他也是这么讲 四周夜 功遇百年 他那个时候诵经 木质的送去 这个木质这两个字 就是什么都别想 专心的送就好了 诵经是要这样送 不是变 你说随文入贯 随文入贯并不是说 送一段停下来想一下 送一段停下来想 不是这个意思 是马上送的熟力之后 不熟溜 熟力 念上一句 知道下一句 上一句知道下一句 即便你不是背 经文也在眼前 但是最好能够送到这个程度 那专精的这样子 用功 用功 送到了 四真经济 是药王品 四真经济 四明真法 共样如来 你说这句话 有什么空甲中三贯吗 有吗 有没有 我问你 有没有 请后问你去看一下 有 我刚开始不懂 我也觉得 大概 智子大师快入定了 所以送到那里入定之后 因缘际会 也不一定是这句话 我刚开始的理解是这样 因为传记没讲 这样子 其实讲到他送到这一句 他没讲说 为什么这一句会 那我第一 不是第一次 一直到这次讲课之前 这次讲课之前 我都还认为说 那可能是送到那个时节 因缘到日 拿得刚好入定了 如何这般 所以他能够 关照 深入 正德法华三名 可是我问你 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那好像变成 如果我那个是这样解释的 那好像变成诵经 是可遇不可求 好像随文入罐也没有用 因为我没有解释出来 随文入罐 他为什么在这一罐 为什么在这一句 下手 然后进入的 进入那个感觉 那换句话说 所谓的法华三昧前方便 或者法华三昧也好 偶尔刚好 实际因缘 莫名其妙 你会进入 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 我后来感觉 我后来感觉不是这样 是真精进 是明真法 供养 这是在讲 那个药王菩萨 怎么样 他是燃身 燃身之后的赞叹之词 请问 燃身是什么 燃身是世行 是有 对不对 他还拿来这个身体的有 来做燃身 供佛的事 这两个都是有 可是你想看 那简直自杀 生命是最重要的 过河的船 你怎么可以拿来烧掉 这里头 你要不空甲中三观其修 你就 怎么会是真法供养如来 这叫真法 请问 那我讲经说法算不算供养如法 是真法 那为什么这个会是 这里头 他已经观到了 药王菩萨 内心在 烧身的时候 他所转的那一念三千 的一心三观 他一定要把身体看空 可是光空 不行 不能启用 他还要观妙有 可是光妙有 药王菩萨身心是很妙有的 他是很特别的 他甚至于可以烧身壁子之后 身体还能复原 所以这是相当妙的 然而他第二次还不觉得够 他还要再烧一次燃壁 有没有 然后他的弟子们就会怎么样 就说万俗 残废 他知道了 他就说了 如果我的功德不圆满的话 那我就会残废 如果我的功德是圆满的 我烧完之后 我手将会怎么样 再伸出来 这简直就太神秘 也太那个了 这简直不可思议 在这整个观察之下 日耳大师 他不是这样送过 其实有三观其修 这句话是三观其修 那我再告诉你 你从这句话去突破 你就会发现 法华经就聚聚三观元修 聚聚 那麦公自制 我们讲聚聚 我们能力只能讲一句一句 你去看 所以为什么当时讲解法华的时候 要用观心事来解释 用观心的法门来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拜法华经 说要自制称宝 每一字都是宝 为什么 每一字都具足 每一句都是具足 什么呢 圆满的一心三观 他当时就弃路 但是弃路不够深 所以叫做法华三昧的什么 前方点 他不是入定 那是只贯双运 是只贯双运 诸位 所以这个是在你诵经的时候 随缘转 随缘转 随缘关 关过就过 关过就过 那你诵的流利 关的也流利 诵的越流利 关的越流利 你是越越近 越越近 然后那个关一直在突破 一直在突破 一直过来 因为佛的境界 句句真实 所以你没有疑 那每一句 每一句就进入你的一心三观当中 所以你一心三观是相续的 那相续 任运而起 你定进 到一个程度 定进而起的时候 你的三观就越来越深入 随缘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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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一直刺激你 一直观 那观的当中又是定 定的当中又是观 因为你定就不动 不动不行 你必须动 动怎么动呢 随文字来刺激你 那你怎么刺激 没有做分别 只是关入三观 三观 一直这样做 实际音乐一到 咚 在某一句 就进入了 那个不是刚好偶尔 好运 不是这样子 他每一句都会让你弃入 只要你修一心三观 哪一句都会 不解哪一句 因为我刚开始就是起疑 怎么不会在安乐行品上面某一句 不动不转 这样子 那不是更强吗 他怎么会在这一句 后来我又知道说 不 我后来我有拜法华经 一字一拜 我没有拜完 但是我一字一拜 我每次在拜的时候 我就说 为什么字字称宝 那这一字为什么会是宝 那一字能够无量义 对呀 你看看 这大师一字能够解无量义 那我什么 我开始移 那移的时候 就放着了 成为一种概念 这次在讲解的时候 我为了讲解这个 常常就坐在椅子上面 三个小时没有进展 三个小时没进展 就蹲在那 要不就电脑看看 这句话 查经嘛 三个小时没进展 那每次又 这一次 因为之前又遇到这个 他传记 这句话 又遇到这句话 那又是我以前的怀疑 那又拿起来想 拿起来观察 到底是什么回事 那我这一次 有点小突破 供养给各位 就是说 他确实是怎么样 他可以在任何一句 因缘到了 在任何一句 诸位啊 这样子送法华经 你觉得如何 太棒了 木质送去 某一句就会给你起来 搞不好就是第一句 搞不好是最后一句 搞不好中间哪一句 根本已经 是不是在安乐行品上 一点重要都没有 诸位啊 根本不是重要的 因为句句是宝 句句带着你走向一心三观 发一心三志 深入了就是 所以他到了天台山 他照样送法华拜法华 一样照样 诸位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意思吗 那么如果这样了解的话 你就知道 是真经济 是您正法 供养如来 身心豁然是极然入定 那词因静发 静就是定 词就是会 会因为静就是定 而发 照了法华全体大义 达诸法相 然后入了法华三昧的前方 变了啊 得玄陀罗罗宁 那么得 为无品地之位 出福了三祸 你看 阿罗汉哪里知道三祸 阿罗汉只知道一种祸 见尸祸 成沙 不见不闻 无名 完全不了 不知道有无名祸 所以他不是 老人家不是 老人家这个时候是凡夫 他叫内凡 心有礼内 得相似解 为之为内凡 他人家就这样 叫做前方便 心已经入礼了 入在礼之内 而得了相似解 还没清正 但得了相似解 这叫方便 所以名为内凡 无品地之位 无品地之位很恐怖 六根都有特别的作用 你看法华经上面就提到 是能够有肉眼 有天眼的功能 肉耳 能够天无量无边的身 地狱身 男身 女身 恶身 好身 善身 妙身 什么身 那就是无品地之位的功能 是这样 在天台的原教来判 还在内凡而已 无品地之 好 进入这个状态之下 出福了三祸 因为三祸福 他才有这个力量 好 那么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这一期 这里头是很重要的 一些概念 我们下一次 再跟大家 再谈一谈 向下文长 赋予来日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 识愿度 众生无边 识愿度 烦恼无尽 识愿段 烦恼无尽 识愿 法门无量 识愿学 法门无量 识愿学 佛道无尚事愿成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神如经藏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外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是众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静止以报身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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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